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踪 从而设置潜伏圈 这不仅是给新队员们演练增加难度 也是我们长期从实战中总结的经验 追击过程中 一名特战队员触发半雷 另一名队员掉入陷阱 接连的打击让新队员们慌了阵脚 当听到第一声爆炸声时 我们所有人都很慌张 没有判明情况便贸然行动 行动过程中战术手段运用不合理 兵力过于分散 导致多名战斗员损伤 特战分队调整战术重新编组 成功抓捕两名爆股分子 突击一组占领北侧防门 攻击发起位置 突击二组利用烟筒 攀登至二楼窗户 攻击发起位置 在爆炸弹的掩护下 特战队员击毙其他两名 藏匿于废弃楼房内的爆股分子 成功解救人知 此次演练 紧贴实战背景和作战进程 不断探讨在特战环境中 传统与新型力量 单兵与小队力量 侦查与打击力量的无缝衔接 全面锤炼部队 在陌生地域和复杂环境下的 碎形任务能力